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那些 有工作的穷人 日本的穷盲族 这部纪录片是K星人 灯花不堪剪推荐的 么么哒 34岁的小山良人 是个无业青年 他已经来东京打拼了四年 但找不到一份安定的工作 他先后换了二十多份工作 都是临时工或者是日灵工 只有高中学历的小山 原本在家乡当保安 后来经济不景气就被裁了 想着来东京闯荡 结果却照不保夕 职业介绍所给他提供的工作 都要求要有固定住址 可是露宿街头的小山 哪里来的固定住址 他填了一个以前工作的地址 也顺利通过了面试 却在下午接到电话 需要对住址做说明 对方已了解到 这不是他的现在住址 合同当天就被取消了 唯一一份不对住址做要求的 是建筑工地的工作 但距离很远 小山内去面试的车费也没有 在东京 像小山这样拼命工作 却无法摆脱贫穷的人很多 这些人被称为穷忙族 意思是 虽然有工作 但生活水平却处于生活保护水平线以下的人们 据不完全统计 在日本 穷忙族的家庭约有400万户 在日本家庭的十分之一 造成这种局面 是因为日本的泡沫经济危机 上世纪90年代末 美国因为大量赤字 而介入了汇率市场 导致日元升值 影响了日本的出口行业 银行不愿意把钱带给制造业 主要投向零售业和房地产 这导致了日本国内大量的投机行为 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 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利润 被用来购买股票 债券和奢侈消费 这当中 有很多爆发户在海外移至千金 购买不动产 名贵的艺术品 豪华跑车和海外旅游景点 然而1989年底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虽然到了2006年 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 但泡沫经济时期 所导致的农村的衰退和物价过高 在经济全球化的刺激下 还是让很多人成了穷忙足 造成裁员的原因 是企业用工成本过高 把很多业务外包到 海外人力成本廉价的地区 54岁的山田铁南 就是因此被裁员的人之一 被裁员前 她的年收入 是和人民币40万 现在在三家加油站打工 一年只有14万 她的妻子病故 她现在的心愿 就是能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 为此 她一周有四天要工作到深夜 城市是因为裁员造成了穷忙足 而农村则是因为衰败 在日本像秋田县这种空无一人的村庄 有上百个 2006年3月 秋田县的农家和商店店主召开集会 打算聚焦水晶 四代同堂的佐田先生也不知道 自己一家还能在这里生活多久 她们是拥有3000平米草莓田的农家 由于产地竞争家具 以及农药和肥料价格上涨 从2005年开始 农业开始出现赤字 她们只能全家下田 并且同堂居住来节省生活费用 为填补农业的亏损 长子外出当民工 然而现在对民工的需求也少了 这部分收入也不稳定 而经营裁缝店的林沐先生 也在勉强维持着 1986年那会儿 她的店里能收到上百套西装的定制订单 去年只剩下两套 今年则只有一套 现在来的大多数是要求修改服装尺寸的客人 每个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只有4000块 而她只能吃7块钱三合的纳豆 结衣缩食 存了折合人民币7万块 准备给妻子办丧事 9年前 妻子得了老年痴呆 进了养老院 而如今 她自己面临医保上涨 如果交不起医保 她就只能靠低保生活 而如果想要领取救济金 则不能有存款 哪怕她那些存款 是留作妻子的丧葬费 和林沐先生有同样困境的 大有人在 田村性子 每个月的收入 只有折合人民币4500 这在日本还不够房租 而且她还面临着 中国研修生的竞争 实时2006年 中国的人力成本 仍具有优势 中国研修生的要价 只要人民币3300 因此 田村只能投靠女儿 但她觉得很羞愧 女儿还没上大学的 增添丰满夫妇 想要为宫女儿上大学发愁 他们原本觉得 不能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就很丢脸了 在增添先生得了脑溢血之后 这种无力感更强了 增添先生要看着妻子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打零工 而做完三份工回到家里 已经半夜了 北山得知夫妻 则靠减瓶子过活 北山先生年轻时 为了照顾弟妹 断了社保 如今80岁高龄的他 还得等五年之后 才有养老金 夫妻俩靠减瓶子 每个月能有折合人民币 3300的收入 他们看着儿子 又要供房贷 又要供孩子上学 尚且自顾不暇 他们也就不好 再麻烦儿子一家了 两人存了折合人民币 4万6千 已被不时之需 而封间建次郎 虽有养老金 却无儿无女 他和妻子的养老金 每个月能有 折合人民币4千块 这个数正好是 妻子的住院费 而最近住院费 似乎还要涨 76岁的他 早已认命了 只能靠清扫公园 养活自己 并希望能从工资里 攒点留给妻子 以防自己走了 妻子没人照顾 他还在护理日记中 详细记录了 妻子的病状 万一他走了 照顾妻子的人 能用得上 除了养老族 女性也是穷忙族的 重要组成人员 离婚之后的林木李美 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 由于只有高中文凭 又要照顾孩子 没有公司 录用他为正式职工 他在超市 废品厂 大楼管理 和西装店 都打过林工 还曾因请假 照顾生病的孩子 而被解雇 现在的他 一天要打多份林工 为了多赚钱 还坚持上夜班 每天只能睡 四五个小时 母子三人 每天能一起度过的 不到三个小时 他每个月 大概能赚到 人民币一万二千 但除去房租 水电费 教育费等 剩下用于食品的 不足一千二百 之所以还能撑下来 是因为有国家 发给的儿童抚养金 但因为法律修改 每个月折合人民币 两千六百的抚养金 可能要减半 二十三岁的秋雪慧 则因父亲生病 只能放弃上大学 留在家乡 当临时工 以补贴家用 为了增加收入 他自学半年 考取了厨师执照 结果公司每个月 只给他涨了 折合人民币七毛钱 这些都还不是 虽然他难受的 最打击他的事 他都已经这么努力了 却只能被当作 人生的落败之犬 这些被称作 穷忙足的人 都是努力工作 却只能在生活中 挣扎的人 老了要麻烦子女的人 觉得很羞愧 供不起子女 上大学的人 觉得很羞愧 靠努力工作 还养不起自己的人 也觉得很羞愧 对他们来说 贫穷不仅关乎生存 也关乎孙严 很多人会认为 穷人就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还要怪国家 怪社会 但穷忙足的产生 已经不是某个人的责任 而是社会性的问题 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有这个问题 连欧美发达国家 也不例外 在韩国 一边是高速增长的经济 一边是不断增加的穷忙足 大学毕业的学生 找不到工作 沦为遗族 家乡回不去 只能窝聚在城市的角落 韩国的临时工比例 甚至超过了日本 为了解决临时工问题 政府出台了 非正式员工保护法 结果这种拍脑袋政策 反而引发了更大的问题 原本有望成为企业正式员工的人 被企业解雇了 企业转而采用外包模式 雇佣员工 这个政策出台之后 政府怕企业倒闭 或者把业务挪到海外 影响就业 也不敢贯彻之行 然而 却造成了 非正式员工自杀 尹小姐也是这个政策的受害者 她老公得了癌症 家里有孩子要养 自己又被百货公司解雇 她原本打算 找政府部门申诉 但这意味着 遥遥无期的抗争 这个成本 她支付不起 尤其是当她听说 有药效 很好的新药 可以治疗她老公 医生却直言不会地告诉她 这药不在医保范围那时 她感觉到了 希望被生生掐灭的绝望 而在美国 连IT从业者 也沦为穷忙足 这是因为企业 为了降低成本 把IT外包到印度和中国 曾经是银行系统开发程序员的布莱恩 就是因此被解雇的 她的工作被拿到印度 她失业了 只能到快餐店打工 一天工作 十个小时 周末无休 她用失业保险金 买了一辆小摩托 这就是她唯一支付得起的代步工具 为了读大学 她还欠了一笔贷款 但这些 都不是自然让她沮丧的 让她担忧的是健康 她患有高血压 但在美国 没有正式工作 意味着 没有医保 韩国的劳动局局长认为 这是市场主导的原因 全球化竞争 导致劳动成本缩减 这种缩减将助不转嫁到底层 说白了 就是逐渐两极分化 美国畅销书作家 巴巴拉 也建制自由市场 说都是因为大企业 一切以利益优先的丑态 而日本的劳动经济学教授 则认为 根本核心 仍旧要依靠经济成长 但政府要起作用 一方面要鼓励生产 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另一方面 要健全养老和医保 只有健全的经济和社会保障 才能牵师解决穷忙族的问题 确实有些国家在这么做了 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 通过招商引资 引入了一批生物科技公司 并投资 让这些企业实施培养 生物方面人才的计划 因为当地政府注意到 国家标准极为严格的 生物科技产业 不会轻易流向海外 而企业也愿意培训当地人 而英国则是把目光 聚焦在年轻人身上 政府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并在培训期间提供相应的生活补添 这个目标旨在切断穷忙族的遗传性 贫穷是会遗传的社会病 不能让年轻人对未来不报梦想和希望 否则 现在没有养老金的老人 就是年轻穷忙族的明天 关于这一点 35岁的严谨 神有体会 严谨的父母离异 他至今不知道母亲在哪里 他原本靠着 从垃圾箱收集杂志混购饭吃 他说他不相信这个世界 不相信任何人 唯一的希望 是来生投胎转世到好一点的人家 一年半之后 在其他无家可归者的劝由下 他开始一起做到陆清嫂的工作 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踏实 虽然仍旧是临时的合同工 但他终于可以走进餐馆 点餐吃 隔两天就可以到早上洗澡了 周末他还可以去做义工 即使他依然没钱租房 只能睡在高速公路的护栏下 说到后来 严谨哭了 他第一次觉得 自己有了普通人的情感 因为以前 他是不会哭的 他不仅向工作 视为收入来源 更是视之为与社会的接触 以及自我尊严的回复 这或许 才是工作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衰老 疾病 人祸 谁都有可能发生 而穷忙族 是以高效进步为名 实际上 却是无视工作意义和价值的社会产物 劳有所得 又有所养 劳有所医 才是我们想过的一生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